好 请喝茶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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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好 我们接着 昨天我们现在都是 先让大家有一个 对前面所讲的一个掌握 昨天下课也有问 因为你们就是一路赶 赶到最后听到最后 有时候是我们的底子也不一定够 再过来 还有一个比较实在的理由 大家听完也就算了 当然也开玩笑 不过就是 这里面有很多的因素 但 不管 不管 就像你们 昨天有跟我讲说 在每个课讲完都希望你们把他背起来 因为我就觉得他很重要 那 这个也是一种希望 那为什么有时候都会这样的想法就是 但是 我们如果没有一种很积极的那种 求法求学的心 你会发觉 就像昨天讲的 你可能经过五年十年 或者经过几年 你会觉得没效率 所以 听啊 学啊 也够多了 但好像也没有一样 像样的 第一个方法 错 那 心态可能也不一定完全对 而这个心态不对 也可能不能 我认为也不完全怪你们 因为这是 这种心态就是 因为我们长期只受到影响 我觉得我们 那种最质朴的求法心 弄成变成一直在 脱离现实的 我这样有时候这样讲 你们都不一定能体会 就是 我始终感觉有点太宗教化 就是不断在追求一个 幻想斯德哥佛法的内容 但缺少一种现实 像 就像我常举例就是说 如果我现在很痛 有人跟我讲一些大理论 哎呀 这个就是过去啊 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 以后你要多吃维他命啊 如何如何 我说这个如果等我病好你再说 现在先把我这个痛解决再要紧 就是不切药 不中我现在的所要的事情 那你跟我讲 就是我现前的问题 那给我一个具体的方法 所以在学习就有这样的一个心情 那这样的一个心情就容易让我们 对这个法产生实质的那种感受 而且你听法会跟现实连结 那你 你会应用到现实 你会发觉这种听法是很实际的感觉 因为你的病痛是很现实的 那我们现在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发觉一直听 但缺少一种 怕死感 迫切感 所以这种听过就会过了 所以我不是讲嘛 我没有听那么多 但我们之前自己学都是一种 带着问题学的 我们是带着一个想要解答的那种心情去学 而不是一直在这样 这样有点细论 所以这一份对现实的连结感 你就会有一种个性会养成 所以这个个性也引导影响了我很久 就是一旦让我实际一旦发觉 那我学这干嘛 没用 没用我就不要了 所以我们不必然就能回避到这些 乃至我们讲的戏论好了 但你的心如果比较实在 你会自然形成一个习惯 就是今天做任何事情 你会要求 到底它的真实意义在哪里 包括做法会到底要干嘛 那你做这个事情真的有意义吗 理由在哪里 我们都会用这种心情 那这个心情其实后来 我发觉它就是缘起 我尊重缘起 我必须面对缘起 而这个缘起就跟佛说的缘起就一样了 就变成一个很 不是一个空洞的缘起观念 而是一个很现实的 那这种观念一旦有 你的文法就会开始很有力的注入你的心中 那你如果不懂 这是当然这又是有点多啰嗦的话 可是问题就是眼睁睁看到很多人学 也不一定有用啊 那变成有点是在浪费时间了 那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 那所以我们在学的时候 会有一种 那种 我不会学成一颗一颗的 我会学成很多颗就是我那个最迫切需要 我全部会会在这里 所以因为用这种心情 也自然你学的法容易会懂 那我这样讲大家就知道 我们过去会学很多科 学很多法 但我们缺少物识 所以我们会把它拆开 那学完也不会去问那跟你有什么用 跟你现实到底有没有用 有没有关联到底怎么用 可能不会清楚 所以我们现在在谈这个大家 我在讲说 为什么要大家尽可能去背 其实我不是举的像那个六门教授席定论 那也是也不多 但他对一个定法就有一个梗概的掌握 如果我也介绍说要读那个背起大圣起心论 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完整的 虽然量有一点 但到比起你背那个嫩眼周还快 但他对你整个对法的前后关联 教理行果它有一个很完整的掌握 所以其实你说多吗 你如果 你就学笨方法 就是只是把几个重要的反复把它背 背完多听 听完再背 所以你这个骨干一有 你的学法就不会淋碎了 那我们可能学很多 但没有一样是融入他人物死的 随便很多很空洞 当然这是大家每个人对自己的修行的一种 你看你对自己的修行有什么期许 你就必须要往这边下手 但正如我常讲的 短时间你会有很多理由 但我觉得人生很现实 经过几年你问自己有用没用 那你管你什么理由 就像你躺下来要死的时候 你在跟他言乐王讲说 我不是举那个例子 不小心被撞死 那到言乐王那边 都是他了 我有遵守教官规则 那他不应该这样 我怎么可以装死我 言乐王说死了好可怜 不过你已经死了 那有人又讲了很多 他还是一句话 不过你死了 不管你什么理由 你死了这已经是激进的现实 你改变不了 你经过了很多年到最后 学不会 不管你说 我因为很忙 我讲完 还有一句 我只有回答 你不会 很多理由 你不会 就是不会 这是事实 你搞不懂就是搞不懂 你修行没有利就是没有利 什么理由 那时候你很忙 那就半夜读嘛 那有可能 对啊 那就不要嘛 那不要那种还不会 对啊 那就不会啊 那就会 那就半夜起来了 怎么可以那么无人性 那不能怪我啊 怪你过去事实太笨了 我 我不是去火定你 不就事实就这样 还能怎么样 对不对 你只好接受事实 那如果你要突破事实 那你就 各自努力哦 那他怎么可以 那你就问他 为什么他卡格可以啊 那可以就是可以啊 那你不行不行 那你说不公平 对啊 不公平啊 你去找谁论公平 你去找你的阿赖耶斯 那都是他的 都是你那个老祖宗阿赖耶斯搞的啊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掌握到方法 还有掌握到药灵 其实 这个会是你修行上最 你不要去 直接接近 你可以学很多 你要跟大家漂也可以 或是有的人 可以同时学很多 那你就跟大家 学很多 那不行 你自己 就在白忙当中 每天抽个一小时 两小时 就是把你确定 认定下来的几个重点 你全部把它背起来 不出五年 是不是全部都起来 信不信 你讲经红法 随便引经 你怎么每次都引这几本论 我就背这几本而已 这样没新鲜 我不管行不新鲜 我只管如不如法 我就背那几本 你就可以 就像人家送那个普门瓶 就送那一本 送到天华乱罪 好 我们回头 我们昨天就讲到那个空之五门 我们大约提到 因为一个空的概念 经常会给大家一种模糊 或是一种偏差 那我们现在透过真如 实际 无相 圣意 法界 这个是在三十七月 大家留意一下 这个它很有意思 我们昨天有谈到那个真如 这几个意思很重要 我们如果一般人 对缘起不了解 一旦谈到真信常如 就开始又在抓那个东西了 所以一个观念一旦没有理清 你会经常把空信 我给你一个真如真信常如 从此之后你对空 你如果对 对空信不理 对某些词不了解 你后来会完全倒向一个错误 你会把空信也当作有一个空 那这个不是 但这个真信常如 它是我们有谈就是 它只是个描述 真信常如 就是一切法本来极尽 但不要执着有一个叫做极尽体 因为空一是假名 所以要大家体会的就是 空信的体会 空信道理的成弦是在缘起 是在缘起里面看到它的无知性意 我们在讲很多经典的时候 都一直在反复提 包括最近一直在讲说 一切都是回到现实 因为现实是缘起初 缘起看到它的无知性意 这就是佛法的核心价值 就是实相 就是实相意 那也就是真实 现实缘起当中的实际 实际状况 所以我们讲到它说 空信就是因为在缘起当中 我们变寻缘起法的当体 看不到有一个法的独存 而这样的道理叫做怎么样 真信常如 千万不要 因为在中国佛教里面 很多都会往里面 有一个真如体去找 这个一旦有 就会形成很多的过失 为什么 因为有一个有在 就容许很多有因它而有 所以你如果对空信的了解不清楚 给真如定位一旦错的话 这可能就是从头一开头 错整片就跟信信那个犯我神我思想 就变得一样了 但这种观念其实是应要有空信的知见 但太多人在看经典 他缺少缘起的政见的时候 他的解读就会往什么 往常见走 可是有的人往断见走 所以这个生性常如你如果了解的话 就是一切法本质如辱 所以我们这个活性会被更动 不会 你即便到地狱都不会更动 为什么 即便我这个五蕴到地狱 它还是本来寂静 所以即便有染污染过来 有成垢染过来 那跟我也没关 为什么 因为我又不是一个东西让你盖的 我是我现前这个烦恼体本身 它是重原生 本不可得 这个不可得的性不会被染污 所以我常讲就算成垢来盖我 成垢自己都如辱了 如辱加如辱还是如辱 你盖我又如何 所以你要讲说 为什么有人修行到最后 如果体证这一个究竟意 他为什么不怕磨 磨义如辱 那如辱的 你要看到那个卡通影片 哇杀了一大糊涂 打开就是画画 一张一张图什么也没有 电影弄到半天 其实是空对空什么也没有 是不是 从来一片都是虚假 那为什么我们会受用 因为有无法二子 所以一切就产生了轮回响 所以后面的问题都来自于这种颠导 所以现在我们佛法在探讨的 我们现在探讨的是根源问题 并于一切法 一切众生的根源问题 我们不是在探讨个别个别的 我们经常会举个别例子 不过在佐证这一个普遍于众生的这种烦恼问题 轮回问题 乃至他的修行解脱道的问题 这就是世圣地 我们谈的是根源问题 所以是真实苦 日可令能 月可令热 当然他就是这样 颠覆不破的一个源起道理 所以我们都可以引这个句话 但你内心不一定生成了 对这个法的那种不可动摇的信念 这不是你要跟他博感情 表达你的那个对他坚信的 那个信仰执着 不是这样的 是因为 所以我常讲 对佛法的信仰根本不用勉强 我必须每天早上起来 渴了要喝水 我要信仰他 我不能疑惑他 我觉得你那么辛苦干嘛 就是事实 我为什么要勉强 我一直用这种去表达佛法的 其实他的意义是这样的 他没有太多 他不需要太多的感性 他是一个事实的呈现而已 所以 所以 修行人到最后正果 他也不需要 他也不需要 我既然嫁给你以后 我从此就这样 我娶了以后 这什么是什么 这根不是 因为他就是事实 他没有这中间不需要的太多誓言 所以不需要 所有的功德都依着这么究竟的实相而开展出来 好 再过来 你看喔 再过来他讲说另外一个词叫做无相 那无相他讲什么 我们讲实际好了 实际他讲说 这个在37页啊 我在这里多说一点 由无倒意 所为实际 非诸颠倒 一元事故 我还是依缘的 吻不吻 不吻 但他不是依缘的 他不是依这个缘 所以说 我们讲实际 我之前有一个地方在讲一个课的时候 这个实际真的好用 但我过去我比较喜欢用的叫如实 如实有一个意义就是 在佛法里面 他走到最后 那个味道其实就是如实 就是我该他如何 玩他如何 这其实是学佛人跟法相应之后的必然走的路 所以为什么会一鼻孔出去 是 你口渴是不是喝水 是 我告诉你 我也口渴喝水 好厉害喔 你也口渴喝水 他不是本来就口渴喝水 大家都这样喔 诸佛菩萨到最后 还不是依无违法而有差别 因为他是依着事实 体会生前差别而已 但就是事实 我希望大家对佛法 要能生起这样的一个心 因为这个才是 政治 我们的政治如如 后面也有提到 所以实际很有意思 所以以后我们学佛要很实际 所以有人学佛你好现实 我还怕不够现实 很实际 为什么 实际就是 他是如何 他为什么不颠倒 因为他无从颠倒 为什么 他是实际 实际的东西不能颠倒 除非你是不相应的才会颠倒 因为他就事实 就是事实 他怎么会颠倒 一切因缘 都没有找到一个主宰者 因缘的东西生灭 从很多地方会有不同的看法 很多因缘 表现出一种无常的 变化的 虚幻的 虚幻的 对不对 但实际你变来变去就是都一样 为什么 缘起空性 他就是一个最究竟的 他本来的面貌 他不会因因缘变化而走 像有些东西 他可能待缘而生 因缘改他就变了 所以像我们来讲 有点说 我要信守我的承诺 到最后发觉 他有心信守 信守这个承诺 问题是 诸多因缘变化 不是他能守得住的 对不对 但有一个是他不带缘的 却在众缘当中显现出来 但不带缘的 就是那个空意 是不是 然后我们接着再看 无相 他无相里面在38页里面讲说 无相在论曰 由相灭意 所为无相 此中永绝一切相故 那这个东西 永绝一切相的时候 容易怎么样 容易就变成了断灭 那傻乎乎的 其实相 永绝一切相 重点是 你不落入对相的妄想 攀缘执着 你只要不要迷卡通影片 你把人家的电视机砸掉干什么 人家小孩子看他的 你自己不要指就好 你把机会说 哎呀那是假的 就把人家整个电视机砸掉了 他假的妄碍到你 所以在唯摩洁经里面要讲说 那个天女善花 哎呀不行不行 是你在指 我怕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讲男啊女啊 结果那个天女就把那个谁啊 改为女的 哇这种开玩笑才够可恶了 不过他们讲好了 阿罗汉这么一个大男人 假设 这么一个大尊者被人家摆 你突然把我用成带着花 但我这个是要怎么 是不是 突然我在大众说法 突然有一个天女 把我变成女了 我阿罗多姿 哇这下你看那个胖胖的师父 怎么变成这样 那不是很恶心吗 对不对 所以为了成就众生 你看那个尊者也牺牲设相 那么这里就是说法 好 他敏诀 就是像灭意 我们这个灭一定要解释 灭不是把它灭掉 是我们内心取得 起出来的那种变迹子的虚假 是不是 所以那一份对一切法的不当安利 不能回归他真实 是这样的像 所以我当看到这个像的时候 比如说我现在有像 我应该怎么看 我不是跟大家提的吗 用个很现实 我说用现实 大家比较容易接受 你在不在 当然在 我们从会不在 但仔细看 在的这个法因何因缘 除了它的重缘之外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实质 支撑这个法的一个不动的自信法在里头 其实没有 所以破什么像 破那一个本不可得的 你不要去知他 你不要随便安利 在一切法本不可得处 不要随便安利他的自信 这样的自信像一概皆无 那所有的像是吧 方便 就是怎么样 就一他其是 换油 有没有 油 他不讲断灭 他不讲无 无是便积词 他讲一他其的重缘叫换油 换油没有 有 但有没有真实有 没有 有没有那个真实提法 没有 所以当你对一他其该还原他如何的时候 这就是走向佛法的觉悟路 所以我一直提醒说 如果这一条路里面 你缺少对缘起的这种修学的习惯 表示我们的心许不够 因为他只有这条路不是吗 宗观为事不是都在讲这个 声文在讲的这些东西 哪个离开这个条路 这不就唯一正真之道 如果没有走这条路 你怎么去感应 所以你会很笃定 修行如果缺少这一块 想感应 我想你再幻想 那你怎么那么武断 事实如此 活说如此 一切因缘如此 好 那我们避免纯粹理论的思维 就是我们理论 催念出那一份抉择法的时候 其实是落实在现实当中的抉择 如果你在应用 所以一个真精进的是从这里论的 你睡觉都睡得比人家精进 为什么 睡得很如法 睡得有绝 物欲切 你很精进的在做假事 做虚假事 做妄想事 不如我睡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是吧 精进从这里论的 以身善 未身善 以佛法 菩萨道的究竟来讲 什么叫善 什么叫恶 不是讲过了吗 趋近于实相的 越是善 所以背离实相的 背离真实的 就是背离实相 简单来讲 越来越颠倒了 就叫恶 光学这个也够吧 对 一下子吧 我们过去就 三生二 一直定不出来 现在直接抓到 其实因为这就是 我们在学这个法 这个空意里面 其实它就衍生这个道理 只是我们读了 不一定衍生的出来 它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我们有一个标准 我们从于这个空意 就安立到一切法了 我们今天后头要 讲的这些账 账就是从这里来的 反正是背离 这个都是账 你总的背离法 原则是这样的背离 原则是这个东西 背离 然后从背离当中 产生不同的背离项 就不同的烦恼项 对不对 不该 实不可爱 没有可爱法 你爱 就要贪 没有可爱法 你执着可爱 去贪 没有可撑法 你去撑 那不就是撑吗 是不是 那问题都在 现在 无可爱 无可恨 这爱跟撑 就在这里不深 所以心经里面 有没有讲 爱恨情守 没有 那是讲 照见无因解空 问题就在这里解决 好 所以由相灭 所以那种颠倒 若见诸相非相 则见如来 是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永绝一切 不当虚假 其实在这里讲的就是 去除那种 变剧之 那我们一直在讲 变剧之 不是让你去除的 变剧 变剧之的产生 是因为对众缘的颠倒 所以下手处 不是说观想 一直幻想着 要断我之 断法之 你要断就越断越麻烦 为什么 我之是假的 法之是假的 你去假的怎么断 你应该去找 为什么有我之 为什么有法之的 那一份源头 缘起 错看缘起 所以当你观缘起 一塌起的时候 变剧之就退 所以有的 哎呀我要断我之 又在做梦了 我们有时候 当然心血 可以 对学的老板 你要断我之 你断个什么我之 你到现在都还不晓得 那个是假的 那是稻草人 你不要那学 唐奇歌德 拿着窗去撞撞 那个风车 然后再过来 又一个意思 圣意 这是维世讲的 圣意有 有人称实 由圣自尽意 他是圣自尽 信是罪甚至所行义故 这个空 它是我们智慧所源的 所以因此我是不是讲说 我们对空 其实它是一种 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法 所以能体会空 其实当我们体会空 我们就 我们讲空 其实就带着觉悟 我就不是讲说 空带有觉悟意 你如果稍微了解这个道理 你根本不用看这 你也知道 它是圣自所源的 圣自经 为什么 空并不是一个东西 空是在圣自觉者缘起当中 知道 在缘起当中 它如何无知性 所以它是一种觉悟 它是智慧显现出来的认知 并不是去抓到空 而是体会一切重源当中的法 不可的 是不是 所以谈空的时候 并不是去攀缘它 不是用我们的心去攀缘一个空 是用我们的心观察缘起 而显现这一份空意 这个就说 所为圣意 所以它用这个意思 你看 它不管是用真如实际 无相圣意 这个配合这个词 显现了它的无辨无导 相昧甚至 空具有这种性格 再过来 法戒 戒经常就有种之意 就是那个戒线 它有它的特性显现出来 所以戒本身具有因的意思 所以它这里讲说 由圣法因义 说为法戒 以一切圣法原此生故 空意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们知道 佛性就从这里讲到 是不是 法戒就是说 这个法的 我们讲说法戒 法戒就是 我们不是讲一个界限吗 还有范围 那这个范围是因为它的特性 才会有用范围 一个东西有它的特性 它之为它的特点 一定是它具有这个特性 显现这份功能 这份作用 那我们现在要解脱 它有一定的因 这个因就必须要怎么样 法戒等流 法戒等流就是 如实观察 法戒真实意 所以我们讲说 不管是圣教 十二分教 乃是我们讲的四地十二元旗 乃是谈六度 其实没有一个 是离开法戒心的 因为它必须 我们不是之前 在别的地方谈到 布施为什么可以入围是信 因为布施可以去除你的贪 对不对 贪会让你掉入元旗的 妄想之所 但我们现在用布施去除它 第一个既能成就善法 又能利益众生 又能对之烦恼 我们在别的地方谈六度 是不是有这个意思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顺向法戒真实意 所以如果同样布施 我们不会布施的话 那就会走偏了 对不对 布施要顺向法戒意 或者这时候就是一定叫做 这才叫布施度 那你的布施是能所都有的 三轮不空的话 三轮不空就是 你不顺向法戒意不是吗 我布施本来要成就你那一份亲近吧 结果你又掉进去 你舍出去又拿回来 只是拿个不同的回来而已 本来舍是要让你顺向 不无所得 对不对 结果你的布施竟然成就有所得 半吊子 所以那功德变成有肉 那你知道什么叫三轮体空的吗 你知道吧 为什么要三轮体空 本来就空 我布施本来就要顺一概 慢慢看清楚真相 因为我贪所以看不清楚 所以我布施就要舍贪 舍这个成沟 让我越来越能亲近 结果我如果布施的当中 竟然又抓了能师所师 又拿回来 那不是更难无 我把成沟拿出去 我镜子成沟擦掉了 涂上白漆 成沟还可以擦 这算白漆怎么擦 所以下次问你们三轮体空 应该要会讲 三轮体空就是无师者 讲完为什么这样 答案就这个 有个麻 也不 就进来就不会了 找不到理由 找不到下手处 我们布施的有没有我 有没有你 我布施的时候 当然有啊 不然我拿钱 我是拿给需要的 我拿给不需要的 当然我要分是谁需要啦 对不对 你们有没有在这里 有嘛 有没有在这里 没有嘛 这不是已经形成共事的吗 我们有没有布施的对象 有嘛 再仔细看 有没有 没有嘛 这都不是 以后不要养成习惯 只会乱讲这样 因为事实如此 我们讲的也是事实啊 我们讲的也是事实啊 知道啊 这很重要啊 所以慢慢催炼 我们这样的学法才会跟这个缘起的道理相应 所以我们学中观学为是你如果会互用的话 你这个 学中观容易断灭的 恶曲空 学为是的容易去抓的 因为缘成实 执着有胜意有 那如果两个一起学了 就比较安全 这是我认为这样啊 所以如果能互动更好 好 那我们现在空差别 他这里从空之巷 空一门 空一门一 空差别 差别里面有分杂然 清净 所以我们一般在杂然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现在烦恼本身 可不可得 杂然 我们的贪生吃 也是空 是不是 他本质也空 清净呢 之所以清净就是无杂然 好 这里面会谈到什么 包括后头讲空成立 就是说 我们今天从一开始 我们必须要了解 流转的 完灭的 这一份的杂然跟清净 其实都是依空而安利的 为什么会有贪 也是因为本质空啊 不是吗 如果贪是固定的 贪就卡在那里 永远贪 像我们肚子饿 贪 那吃饱会还不会贪 不会 为什么他缘起 他那个肚子饿有没有自信 没有 所以他会吃得饱 因为他无自信 所以吃饱又饿了 所以天天就这样 我们的烦恼 就是一个 对空意 对缘起的 背离 才叫杂然 当我们顺向他的真相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清净 所以从空显现出来的功能 是不是 都是因为 都是由 从空显现出来 杂然清净 其实他们之间的源头 是不是因为 缘起空意的问题 我们现在有烦恼 第一个 烦恼的产生 杂然 是不是因为 不是空意 那谁不是空意 他本身空不空 空 好 那修行呢 就是顺向空意 修完以后 他得到空吗 没有 他本来就空 这样知道吧 一下就把杂然 跟清净 给解决掉了 下次我们这个论就这样讲就好了 大概两三天就可以结束 不用讲那么多天 其实这样讲以后你们自己听也比较快 好 没关系 那这样 所以我们后来就知道说 一切空 但有没有杂然 有啦 怎么没杂然 你现在在轮回不是吗 怎么没有 所以因为空 不要坏事俗有 有烦恼 但烦恼能不能灭 可以 为什么 因为他本来空 正的空之后 会不会什么都没有 正的空之后 他其实成就空 这个后面空成立 叫 此若无杂然 一切因自脱 此若无清净 公又因无果 就是说其实空假如没有杂然 我们就会断灭了 假如没有杂然的话 那我们本来就解脱了吗 所以我们现在的讲法是不是 这个在哪里 因为我在短时间要把这个情分弄起来 其实有点 我是很快速描一下这样 在44页 要萃取比较核心的就是 这句话就是说 此若无杂然 一切因自脱 此若无清净 公用因无果 就是说 杂然 我现在问 请问有没有杂然 有啊 不然你现在就称佛了呢 是不是 可是 我们本来称佛 元节进讲来 是因为 我们虽杂然 有没有 有 我们现在在轮回 有没有梦 有 但梦真不真 假 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没有 大家没梦 本来就醒了 那不必要修行 你如果本来就醒了 我就不用叫醒你 对不对 那说 若无清净 那公用因无果 就是说 这个人睡觉 如果 醒跟睡都一样 那我们就睡着修就好了 醒来是醒来修 那又睡着修 如果修行能睡着修 那太好了 错了 我现在就插开话 不然你睡着修 因为你很想在睡着修 你一整天躺着 你就疯了 我告诉你 那个就试过了 跑不起来那种 很可怕的 好 那么多人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有时候讲空意 就会断灭 然后把很多东西火定 把一切功德法给火定 把烦恼给火定 一切都空 叫做傲慢 所以空的关系 被离空 而形成了一个颠倒 我常讲叫往受轮回 它不可得 但对你来讲 就是苦 然后 透过修行 去除 去除 而产生的这份真实意 这个 活跟众生 于众生 为 为减 于佛为真 为什么 它是心火众生 无差别 但虽无差别 这叫本觉 那我们开始要怎么样 开始一步一步起来的 那是随分 然后再究竟 就分正 然后开始 一步一步开始来 究竟觉 到最后是究竟觉 那究竟觉跟本觉是不是一样 其实一样 问题是 在你现在的位置 它就不同 你也是无我的 你现在是无我 可是你还是在轮回 不是吗 你后来正的无我的时候 本来就无我了 那无我之后 正的本来无我 那没有功德 不是 那一份束缚没有了 那一份功德显现了 就像昨天讲的 我因为怀疑 所以我身心 非常的低沉 非常的沉重 你的怀疑 你的误解 造成你的身心 痛苦 这是真的 真的 然后 不再怀疑 了解真相以后 脱落掉了 你也没有 你本来它就假的 可是问题 当你这个 释怀之后 是不是身心轻安了 有没有轻安 有 所以 解脱境界 虽不可得 但有如是功德 娑婆 虽不可得 我们在娑婆里面受用 净途虽不可得 却有净途种种功德 就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 好 开始 第二变 第二是变账品 那这个账品有几种账 我当时讲了很多账 其实我希望大家能多了解 因为这是什么 病理学 我们现在修行都忽略这一点 动不动就修 因为病在哪里都不知道你吃什么药 而病为什么病 要找源头 所有一切病来自哪里 如果以中医 当然我外行 我随便讲 五行 不能随顺相生相克 的这个道理 颠倒 阴阳不调 好 讲白了就是阴阳五行 从中医或许是这样吧 因此就衍生了所有病的问题 那我们佛话讲的就是 从根源上 从一开始要观诸法相 而背离这些诸法相 起的颠倒是一切的 烦恼根源 是不是因为无名才有 我们讲说 我们讲十二元起 简单来讲就是祸叶苦 三四二从因果 哪些因果就是祸叶苦 祸叶苦 就这样而已啊 是不是 那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我们要断烦恼 要了解烦恼性 了解烦恼相状 还要更进一步了解烦恼 为何烦恼 这就是缘起啊 所以大家应该要用点心思 因为这是对 我之前在一个地方 也谈到那个于且师弟们讲 于且师为什么谈烦恼 谈那么多 帮助你认识 帮助你 帮助你去帮助别人 因为你有医学常识 你有医学常识 你不会掉入一些不必要的 这种对病的迷惑 对药的迷惑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葬本身 它是有因有缘 所以观察 你看啊 我在声闻有观苦地正果的 他成就苦地极地啊 观苦 对啊 因为观苦就会透到其他地方去啊 看从苦的观察 彻底的观察苦一定跑到极 看到他此生彼生 就知道为何如何此灭彼灭 他就是从一法会转到苦极灭道 会透到里头去 好 所以我们对这个障碍啊 要知道他的相状 要知道他的缘起 那诸多烦恼 什么样子都有 那后来看到他根源的相状的时候 根源的缘起的时候 这就是般若现前的时候 为什么 我就直接管他怎么样 我就管他一切空 一切活泼乱跳的烦恼 就在他空的时候全部崩溃 因为生不来 此不见了 彼也没了 此彼不见了 其他也没了 什么都没了 为什么突然一切幻想 醒来 我们梦中里面是不是此生彼生 此生彼生很多 啪 所有此生彼生一口气全没了 是不是这样 你看你梦境多复杂 编出一个跟世间 一样的世间在那里 跑来跑去 是不是 你的幻想里面还真的 我不是讲说房子也有啊 尺寸还差不多 如果你随你个人尺寸 二十寸的像 电视就是二十寸的大小 比例都差不多 你如果电视机是五十寸的 五十寸里面的那个房子 就随着五十寸都放大一点 那其他的一起放大 尺寸都刚好 所以你在做梦的时候跑来跑去 不会 你会梦到说 我这么快 怎么门那么小 那就要出门的时候被门卡住 不会啦 刚好 他会很顺着你的分别 都会搭的柜上好 为什么 这就是你的妄想不断现前的 所以一个妄想一个梦境 多少因缘你知道吧 这牵扯到你的我执 什么执托的那做什么 看的是一个虚假的东西 把你的所有问题 你几乎都全部放进去 啪 穿不了 一醒来 还真不需要里面 如果要拆房子要拆多久呢 可是我们有一个最根源的拆法 就是把它打醒 连房子都不用拆 全部就不见了 所以你们知道 为什么修行到只有抓抓抓 一直理解 一口气就抓到最根源 所以直接修波折 而这个波折的东西 是直接从缘起 所以到了波折经典里面 他就不在滋末再谈很多法相的缘起下了 直接从他最根源的此生彼生下手 为什么 由此类推一切法皆如此 所以 圣经越来越单纯 下手术越直接了当 所以直下承担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本来想说两节课怎么这样越讲 好像重讲一样 不过这样也许对大家更能掌握他的主精神 好吧 我们休息一下